... 嘿咦,大家歡迎來了員 但現在我們進行的是Duding française 上次我們打哪 satisfying 對我們上次的是 переп影片 inflicted it off 對 上次說就是 剛剛也有點難的地方 就是第三階 所以 我在第一階 第二階 要非常的省那個 對 省那個原宿品 可是我後來 有想到了一個 一個突發西想拿對 為什麼我們不用遠攻 他既然近戰那麼危險 然後他披風 攻擊距離又這麼長 那我們不用遠攻 可是 我們畢竟是文件 對不對 我調一下那個 麥克風 不是麥克風 一個遊戲收音 這樣大家可能聽得比較清楚 應該不至於會把我的 這應該過去 畢竟我們是玩劍的 對 所以 我們大部分都進去 之前在youtube上面有一個就是 玩那個終極法師的 他說 其實很多boss 只要用法術打 就整個難度就差很多 要殺力萬多遠遠的怕他射死 對 所以 今天想過如果 畢竟我不是玩法的嗎 你看我的那個信仰啊 那個自力跟信仰都非常的低 直到就是 但是 我那個時候好像是為了點頂行聲區 才放置力嘛 那既然我們沒有 沒有資質玩法 那我們玩弓箭如何 我們有沒有辦法用弓箭 去把 蓋爺爺給射死呢 其實我很好奇這一點 我們最強弓是哪一把 不能拿大弓 大弓射數太慢了 嘖 如果我們到第三階的時候 全神用弓去射的話 會不會隱險啊 我們來當真正的阿恰 喔 隱形 白樹弓 隱形劍 可是 可能不用戰技啊 可能就是普攻射 他好像沒有講 射速的問題 那我們單純看攻擊力的話 還是龍雞皮弓最高 然後 我就中了一些 那弓箭就 爆裂弓箭啊 就 放好放滿 火箭 毒箭 再給他 看一下 他的連續射速 我 絕對有點慢的感覺 喔 脫妝才剛剛好 喔 這樣都爆耶 我穿件衣服都爆了 這把真的蠻重的 這把真的蠻重的 可是 我前面競爭又需要用到 喔 有沒有哪件衣服 可以用我穿然後又不會超過的 因為要壓在那個 30%一下嘛 他滾 他滾比較快 差很多喔 龍祭兵弓 我現在算是沒魂啦 我們 我們 我們先去那個 真的要嗎 我先用劍打一次啊 如果真的打不過的話 我們再用那個 我們再去試那個 阿恰打法 廢聯諾 其實我可以從那個 那個打教堂之槍的那個 後面去 我們看了一個影片在比那個 那個 Kirai Amato跟那個 那個 阿姆羅雷到底誰比較強 哈哈哈哈 然後都在玩那個 玩 那個 他機器人大戰5 然後說 喔 那個 Kirai Amato的那個 那個 龍祭兵系統真的是 終於能做 他的設位 都非常的固定 要比Fanel的話 Kirai Amato 怎麼可能會贏 那個阿姆羅 我去賺 賺一筆 升等 不是升等 那個 升裝錢 對 賺一筆升裝錢 要不然我現在身上沒錢 打蓋爾也打到 全身 一根毛都不剩 不對我還是有毛 說什麼鬼 一個唷 有毛 口感 都不及了 震驚 你怎麼北阿 我現在會掉漁火欸 欸欸欸 這樣我漁火不夠可以在這裡刷嗎 欸這裡會掉漁火欸 這麼開心 我打個也打到漁火快沒了 這麼開心 這樣會掉漁火 還有哪裡怪會掉漁火 像 在一代的時候 我們缺人性 就可以去那個 那個 烏拉希露 我殺了奇怪 這帶個金蛇戒指探獄蛇烙印其實蠻好掉的 那二代人像的話 其實二代比較 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他 有設置一個地方就是 當你身上這種完全 就沒有人像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 那個 跟一個祭壇講話 他這種幫你復活成人 對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又不知道炸彈劫 破彈劫 這共同 萁形是10 蟹琴是碎片 光輝喔 白樹公 對我們的負重量是個問題 好 我就剩這個吧 Bardir be careful 等一下拿白樹公跟他PK 那我就先戴在身上習慣他的重量 可是如果超過的話那我大可 穿更重一點的衣服 那你就堅持著套 然後身穿哈維爾之類的 我覺得哈維爾的那個防火其實蠻不錯的 哈維爾 五十四 對五四滾起來跟三十幾是一樣的 那不如就穿五十四了吧 六十五 嗯 嗯 阿爾托勒斯的面罩 現在要防火高一點 可是哈維爾就爆了 終於爆了 欸欸欸 我都忘了哈維爾為什麼還是阿爾托勒斯了 欸欸 Bug 阿爾托勒斯面罩Bug了 明朵已經脫下來了 壓在七十內然後防火能力有非常不錯的帽子 哈維爾 所以僅至於哈維爾就是這一頂咒素斯嗎 那不錯不錯 OK 那我們就這樣打吧 毒箭跟火箭 我們還是買一些 啊 攻擊比較高的箭好了 喔再進去 阿爾托勒斯顎 我記得他是大叔褲才會掛什麼 嗯 我這個 absence 重樓劍 普通樓劍 大劍 大劍的運氣不錯 goodbye 這兩個都是功能性的 那我們用大劍吧 不能 所以他 那我這句 不對不對 等一下我回來他就走了 捏個魂買個普通劍 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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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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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我們孩子們 還沒船長 短劍 木劍 木劍 木劍更小 OK Ashen 1 等一下就有 普通劍 可是 我們只有兩百隻劍 這樣真的夠 夠把三分之一血量的蓋爾爺推掉嗎 我有點 突然間 劍試完隊突然變成阿恰 對 你今天讓我在玩一代主要想 我到底能不能用弓箭 把整輪 破掉 可是 小龍德四王就沒辦法 小龍德四王那個拼速度 那個你如果 打太慢的話他越深越多 而且那其實 說是小龍德四王但是其實是有五隻耶 真不可思 也明明都打到第四隻了 還有心裡一直跑出來就 天阿四天王有五位 這是理所當然的這樣 好等一下 差點忘記換過來 我差元素戒指差蠻多的 元素戒指有沒有加一加加三阿 我查一下阿 元素戒指有這個加三都爽了喔 黑暗零 黑暗零 原素戒指 加三 嘖 好像沒有 好像就原素 好像就就 對 就就原本原型了 好吧 好 上囉 反滾靈敏度 雖然是 蛤 痾 痾 我不夠 反撻 防律比 还不夠 高一點 沒有 已經沒有那個 一刀半血了 欸 欸 欸 我還懂得跑到那個掩蔽魚後面 喔 其實沒有無傷我是不是想要重來了 難得有新想法我們就撐 撐一盒 噢 目測錯誤 沒關係 我原本想要 我原本也預計要衝打了 沒問題 就第一階 最好 無傷啦 無傷是沒問題啦 不出意外的話 像剛剛就是意外太多 然後第二階的話 像我們上次就是壓到兩坪 就是打第三階的時候他有13坪 可是最後還是輸了 嗨 哈哈哈 哈哈 他被絆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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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m 嗨 我真的跟蓋爾爺打的時候真的 有那種跟那種很強的劍是在對陣的那種感覺 他的揮劍的那個 他的劍技真的是華麗 這讓我想到當初那個第一代在打阿托那種驚艷的感覺 劍技是華麗 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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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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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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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 找不到 剛剛 擺音速度比蓋爾爺爺慢了一秒 我就被驅中 就被當成串燒了 玩這三公地 雖然說我就一個 我根本就踹了 我根本就踹了 暗成成功了 暗成功了 但是我 我覺得是最靈活的BOSS 他比福利的修女還要靈活 BOSS BOSS 趕快 盡情地收入 啊 好險好險 他在披風主攻 然後 劍池雙飾品 他讓他換邊 他會飛回來 OK 劍池雙飾品 上面的傢伙 上面的傢伙 是不會抖 你看 人家也是打 玩劍 然後玩到一半 突然就用亞凡雲出來打 是不是 你也是玩 玩劍的 玩劍的工兵對不對 我覺得 那個奇蹟 比起我們滾的 不如用盾去打 還比較穩 他拿弓箭 他拿弓箭射手 喔喔喔喔 要殺 對 畢竟用滾的 用弓箭去 還不是用盾去擋 還比較穩 玩盾去擋 竟然可以無傷 可以可以可以 他拿弓箭射的時候 是可以用那個 箭把他的弓箭 亞凡打掉的 啊啊 彈刀彈刀 擋 他奇蹟竟然 奇蹟應該不是魔法傷害啊 所以 我用盾擋掉 這樣子陽光槍 陽光槍可以用盾擋嗎 Ouch 我們到場中央不要在邊邊打 還有11瓶 啊 殘了 第三階 哎呀 我要來我 啊 恰恰 啊 啊 射箭動作延遲好高喔 不行啦 延期太長了 而且 他一定要 為什麼他一定要雙十人射 我記得 一代的時候不用雙十也能射不是嗎 他不是說雙十 雙十才能瞄準嗎 就是用那個 就是狙擊 狙擊的那種模式 記得應該不用阿 奇怪 難道我們想玩亞凡嶺嗎 現在我不能拿亞凡嶺嗎 這代亞凡嶺在哪裡 我那個射速真的是慢到一個不可思議 我沒有亞凡嶺欸 好啦好啦 那就放棄完弓兵的想法 哈哈哈哈 真是的 看看哈威爾會不會過重 不會耶 剛剛好耶 好 我們測完了 弓箭的射速太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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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就是我在打那個 教堂式槍的時候裝備 只是說那個時候是拿那個 那個環藝其實是雙大劍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就是過壯的問題 不過現在我們拿的黑暗劍跟那個小盾是還好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阿恰要拿劍出來打 因為阿恰他如果在聖杯戰爭裡面的時候 只用弓的話到底叫什麼A 先不管那個職業的那個 互相那個 有那個 相克 他就算在打C吧 只用弓有辦法援嗎 看到 我想多揮一下 然後噴那個三分之一血讓他變身 這樣他也不會攻擊到我 對啊 到底 在歷史中有哪一個工兵真的只用弓就創下傳說的嗎 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 玩什麼 三國 說說是 那個 三國系列的遊戲基本上有名的工兵就是黃中 然後說到工就是黃中 然後如果是 一些 一些 童話的話 童話裡的工兵就 呃 啊 羅賓那也不 不確定算是 那個 童話 一傳說之類 欸欸欸欸 有名的工兵喔 呃 呃 嗯 有名的工兵 呃 工兵 chicks 日本戰國有哪一個武將是以弓箭為名的嗎 因為我沒有玩過什麼現場啊 戰國無雙之類的 沒有研讀過戰國歷史 所以日本戰國武將我就領多聽過名字 可是實際上他們的庶民之處或者是家徽什麼的我都認不出來 宿武的公兵 宿武的公兵 後翼設日之類的 宿武的公兵 宿武的公兵 新生命 欸 他吶喊我可以解喔 沒有吧 這只是剛剛好到他那個 臨界一點 那種咶喊 現在可以用 之前可以直 喔 剛好還好還好 這次貪刀貪對了 這次貪刀貪對了 瘋瘋瘋瘋 瘋瘋 啊 蹲 沒有擋到 蛤 的概念那個 揮刀的時候會有那個 蛤 的聲音 賣九度崩了 趕快回一下 再拿弓嗎 啊 搶搶搶搶搶搶 最怕就是我在喝原珠瘋的時候拿東西 三接了 我還有十三撲 喔 雷電 雷電 Holy shit 欸 它會變電了欸 欸 原來場地雷電也會電蓋的也有 欸 長的姿勢了 剛剛被電到霸體然後被它砍 那個電從頭上下來沒有辦法弄擋 電 電 電到霸體 電到整個人後仰了 整個頭都後仰 我就被追擊了 有沒有想要追啊幾下都不對 腳下這個是 雷電 來不及了 一切都太晚 我空在十三平靜第三接 你知道打9你就會想要貪刀 因為你就不是 前面這段時間真的花太長 一直打第一接真的 有點 那打9的動作都背起來了 是不是 死鬆啊 太早 太早 太早放棍 那有人說那個 在逆下來裡面 阿木羅跟夏亞在打的時候 他那個 他那個光速鍵 他都是砍下去的時候才放出來 然後 看完之後就直接把那個光速鍵關掉 高手之間的對決 就是在這種 之為莫及的小地方 他是為了省能源 我們在要攻擊的時候使用 比較大的出力 而不是在 發能源在維持上面 趕快打掉 被披風打到了 不是被劍打到 被披風打到 欸欸欸 壞 看我擋 欸欸 破盾 啊 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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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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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欸?沒吃到 小兵這隻狀況比較不好 要注意地雷電 啊!又來了 來!點他!點他!點他! 沒有點到 還在扯搶自己雷電就電蓋了 啊!還有一擊 喔!幹!也在吹 欸!要不要盡一條打光 我還以為他是跳砍 結果他是迴旋轉 但他的補充 補充之後的接技 好多樣 這次是跳砍 來!打下來!打下來!快點!雷電!雷電!雷電! 啊!來不及!沒打到 也要爆炸一次 快點!那邊很多雷電 快點!快點! 起球場地雷電還大概而已 OK!第三集 追兩下 追兩下 3 2而已 欸!這次沒有第二下 欸!他會回復第二集 欸!他會回復第二集 我講說第三階 怎麼可能回復第二集 然後再爆一次 欸!這次輔中沒有接觸 快點!好多雷電 快點!打他!打夠了 打夠了 奇怪了 其實 打不到嗎 所以剛剛那一場 是我看錯嗎 我還以為他閃場地有點 打到 應該也有 可是有點像 打不到的樣子 啊!看到!看到! 天地三下 蛤! 歐!他在邊跳邊放弓箭 那是標準的阿恰跟西巴 的 蛤!看我 經過葛溫王的教訓 已經知道 不能馬上陷入危機了 出門馬上 快點電他啊 他燈電不到欸 又要咕咕了 要大爆炸 三七七 唉唷 太早滾了 阿 被捕到 喔 被捕到 喔 噓 那閃電神助攻的天啊 喔 太早滾了 阿 太早滾了 阿 太早滾了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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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S 啊 蓋耳也也 我贏了 Dark Soul 是我的啦 那忽力騎士蓋耳靈魂 黑暗靈魂之血 哈哈哈哈 Dark Souls是我的啦 竟然敢吃大家的Dark Souls 哇24萬欸 哇真的 我身體上都是什麼 黑暗靈魂的血喔 哇你看 哇 哇真是 滿身看起來像泥巴蛋 這其實是Dark Souls的血 這樣子 哇 Dark Souls的血 好了 哇 爺爺打過了 開心 結果還沒有什麼劇情 難道還沒結束 啊對耶還有一隻黑龍 先去生的 啊 突然間一陣 一陣書嘛 不過真的照這樣打下來其實 他的攻擊 他的攻擊模式也是蠻固定的 只是說他的披風有點煩 戰績有點多 其實 打多長點應該是會抓到他的tempo 對 可是我覺得他 也是數一數二 呃 不好打的 對 至少我覺得比無名王者還要難纏就是 無名王者我一下子就過了 人家來說無名王者是這個遊戲裡面最難的BOSS 我就 黑人問號這樣子 不對 這個是白人問號 哈哈 這個遊戲真的要說難打的話 嗯 可能就 近戰打沙利萬 一近戰一個人打沙利萬 然後 那個 那個 修女 修女跟神父 然後再就蓋了爺爺 啊還有救藏之槍 對 一個人打的話 如果沒有帕奇跟那一把 那個黑騎 那個 環境騎士 特大劍 雙大劍的話 其實 不是那麼好打的 啊 然後最煩的小怪是那個什麼 那個 環境城的FREEDOM 欸 那個時候還沒有到環境城嗎 那個時候還在對都塔一擊耶 說說 哇還好二代對都塔的時候沒有出現FREEDOM 不然你氣死這樣子 可是二代 惡意成這樣子 出現FREEDOM好像沒有什麼 不可思議的事 FREEDOM 可以升個兩級 還要升級嗎 很抵抵吧 什麼東西 還有那麼多錢 嘖 結果我帕奇到底回不回來啊 我都已經把那個沙利萬給打死了 他還是不回來 還是說因為我第一輪殺了帕奇所以他不爽 我第一次是玩這種結局 滅火結局吧 我第一次好像是玩滅火結局 他如果我的主線幾乎都還沒有推 呵呵呵 再推到沙利萬而已 老者卷走 噢 噢 這怎麼吃 為之法人不死對的魔法 謝謝 你已經具有正所承諾 我想那種多花的時間 也不會知道這個吧 太好了 來解 新魔法一定對你有用 所以你會把這些新魔法使用 呵呵 這多什麼 扭曲光碧 彈開法術 喔這裡也有光碧啊 只是說這裡是彈法術 不是彈人工 好 致命水 喔聽說致命水 在打橋上那隻 飛龍口用不夠 我已經把他打下去了 法蘭快劍 靈魂大劍 法蘭劍 強力法蘭短劍 喔這法蘭系的吧 密探 放出神神 你通什麼了 反正錢多嘛 我就花一花吧 先把這種 貴的先買一買 欸 魔力武器我也有 這 這代應該一樣有 有成就 是要蒐集所有的法術 或者是所有奇蹟之類 6 都是 5 5 3 7 4 4 5 5 4 5 你喜歡這個嗎? 密探 層面龍尾戒指 喔!喔! 不認識彼此也必須告訴我 老規矩 I know I know 如果我拿到卷軸一定交給你好嗎? 沒問題哩 所以我們現在有成面龍尾戒了 Champion 1 他的奇蹟我都學過了 聖女戒增加記憶空格 你要賣其他東西嗎? 那我就支持你一下吧 有祝福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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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51分 還沒一個小時 這10分鐘能幹什麼? 我覺得10分鐘我幹不掉那隻黑龍 我覺得10分鐘我幹不掉那隻黑龍 我還以為有 剛剛還以為有動畫的錄像 才趕快把那個面罩脫下來 劉力騎士蓋 不過我們穿這樣子竟然可以剛好壓到70%一下 我覺得真的蠻好的 我的目標最終目標是在那個 拿那個雙 那個環陰城雙大劍的時候壓到70%一下 我是我終極目標人的 哈哈 環陰城 好像有方向感 我們是從那邊來的是不是 是嗎 不是好像嗎 嗯?我帶的一樣 還是說這支牆而已 這支牆而已 我還以為又是另外做城堡 所以我們是從哪邊來的 那邊嗎 我們是那個費蓮諾的寢室來的 費蓮諾的寢室 那一座塔吧 那還真遠 可是那邊也有一座塔過去嗎 可是那邊也有一座塔過去嗎 好像上不去 好像上不去 你看這邊牆壁感覺像就是BANGER BANGER 那怎麼蓋那麼高 應該沒有其他東西 環形戰鬥場 這很有那個 羅馬經濟場的Feel 不知道我如果把效能全開會變怎麼樣 至少 我覺得 這沙漠看起來 像是塑膠一樣 不是這不是沙漠 這應該是灰 這應該是骨灰 你看 這反光 還是說真正的沙漠 其實它的反光也會像這樣子 奇怪 這邊怎麼還有路 那邊有一座 那邊有一座 不然你看這反光 像塑膠絲 這個 對耶那個時候 不是那個老國王爬到那個 費蓮諾的寢視那邊 在說 阿救我費蓮諾 黑暗靈魂 被 紅頭巾傢虎吃掉 好 嗯 所以費蓮諾有回來嗎 不是 還是回到那個費蓮諾傢視看看 還是回到那個費蓮諾傢視看看 那一棟沒錯吧 從那個斜坡上面走下來 緩緩的從山坡上面下來 這樣子 怎麼走錯路了 沙漠就是很容易迷失方向 但是這裡連太陽都沒有 是不是 東西南北都分不清 原來這裡還有路 有這個地方嗎 所以我們剛剛在打BOSS戰的時候 不能來這裡 如果說這個 什麼 什麼 壞 是長黑眼睛 我是希拉 義士神奇後裔 公爵女兒 以及米迪爾的好友 喂 我心中刻畫了神奇榮耀 對火驕傲以及對黑暗的恐懼 希拉 聽說法容忍 那些背叛 蟹不起來 非箭的渴望 是火盾 不是雷盾 希拉 我記得 半龍女是叫普利希拉吧 那希拉是 希拉是哪位 對 對 放個盾 有另外一位半龍女 砍下去 就 整個進入霸體階段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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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他那隻打得好痛 可是他拿的是大龍牙嗎 可是他血量好像蠻少的 我看亮刀欸 他血就掉那樣 哇 這是奇特的武器 我想要 欸元素瓶 欸 你們就會滾到外面 然後為什麼不追出來 還是說我跟 我真的說 我換盾不要打過來 你就真的不打過來 欸 沒想到你還蠻遵循 所謂的騎士道的 不過你又不是人說騎士 沒有必要遵循 亞瑟王定的騎士道 再喝啊 我知道NPC的元素瓶應該是有數量限制的 像上次那個打那個 火焰的那個 沙之魔法師 他的元素瓶就喝完了 這是某種Buds 他剛剛身體周邊出現了一道白光 像是念一樣 這是 這是他喵的痛啊 所以他好像一出必定 必定霸體 必定就被 那個 僵止 那個不是霸體 那叫僵止 嗯 血量少啦 狂攻的話 我是看那個雙大劍比一看好了 我覺得以他的那個 強度的話 用雙大劍應該 應該是可以 像 那個教堂 教堂是槍一樣 壓著打 那個方向是 呃 我們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是我剛剛 第一次去的地方嘛 然後我們是照一圈 所以應該在反方向 那裡吧 我換那個雙大劍吃吃看 武器真的多 應該要把那個 就是 自己常用的武器之外 其他通通都 那個 收起來才多 好 對抗那個 強勁度 不高的敵人 就是 使用這把 環影城雙大劍的司機 尤其是像 那個 希拉他血好像也不多 我砍兩下 他血就快半死了 希拉我那樣 我找到你 我找到你 抗疤 魔鬼 我 是 希拉 我 寧 他的灰燈和恐慌之异 你会让你的灰燈 好像過重說回 那個經歷會特別慢 看來沒人吃屏了嗎 把電死 他沒原諒你們的 狂王 力槍 限時圓牌 狂王力槍 那是槍嗎 我跟著錘吧 老王大錘 老王大錘 我這個 這個 他也要信仰要求 D 沒有 1D 需求沒有很高 這戰績是什麼 隨性狂王 這取名真隨性 當機型屍體敲 上面是屍體 所以就是把一個屍體綁在槍上面來當武器 把機型屍體敲到地面 刺激暫時蘇醒 再以重攻擊 刺激蘇醒 畸形物 再以畸形物咆哮之餘 推特的庇佑或是詛咒等不利狀態 所以他在放那個buff有機會是庇佑 有機會是詛咒是不是 在布滿機型屍體的十字槍 在過去矮人權無王之中 承斷出狂王 而費爾諾爾其是希拉 親手於以殺害 據說希拉的十字槍 從此 與絕不隕落的王 密不可分 因此他才帶著十字槍 在陰暗的空間 這把武器喔 對抗那種那個 那個 就是 強韌度不夠高的 基本上 都很好打 對 可是我剛剛要把那個 那個哈威爾脫掉 應該會更好打 你看我剛剛要 躲那個 躲那個什麼 躲他的那個閃電劍 他整個要滾得好痛苦 費蓮諾我沒有回來 費蓮諾我都回來 這個就是 變成木乃伊的太陽空水 看不太清楚 好吧 那麼 我們今天的Dexos 就先到這裡 喔 滿身都是那個 希拉的血 那麼 我們這次Dexos Sandering 這次的部分 就先到這裡 好順利的把蓋爾也給推掉 而且還遇上了一個 費蓮諾的騎士 希拉 也順利的用我們的環音程 雙打劍給推掉了 好吧 那麼 就先到這裡囉 下次可能就是挑戰那隻黑龍喔 OK 那麼 非常感謝大家 不管是在現場 跟傳播的感想囉 那麼 我們的Dexos in City 就等下 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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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